你小时候不立这些规矩 你到大了开始立 所以我说这个我们很多的家长是属于什么的 他该管的时候不管 他不该管的时候他开始管 也就是说到接近成年的时候 尤其青春期我们也叫他接近成年 什么叫接近成年 就是他要开始摆脱对你的依赖了 这时候他就自己就觉得有很多事我要自己做主了 你前边没管 你现在开始管 也就是他要做主的时候你要开始管 那冲突肯定非常大 您比如说啊 要是有那叛逆的孩子 他就是不跟你复原 就是不跟你道歉 你说关小黑屋 关小黑屋 不是我说的是六岁之前 六岁之前 十二岁之后绝对不能这么做 十二岁之后就父母要示弱 那该怎么做呢 父母示弱 是怂了 不是 我跟你道歉 不是都不用道歉 比如这件事 他你现在说了这样你不对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对吧 你比如说你现在正是关键时期 你不能老晃荡 你晃荡完错过这几年 你今后一生怎么样 他不听 那怎么办呢 然后你就可以冷眼看着他 不再说话了 然后呢 他这时候他就会很难受 你就给他斗智斗勇 这时候是斗智 小时候斗勇 然后甚至你还可以跟他讲 你说我工作压力非常大 我帮不上你什么忙 你现在接近成年了 我觉得你应该能管好自己 你看看我现在的什么什么事 我都挠头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事 我自己身体体力不支 我现在对你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 你要学会示弱 甚至你还要把自己的问题 我跟你讨论一问题 如果你看这事遇到你 你会怎么处理 孩子这时候他会想 我给你出主意 他反而接近成熟 我记得您说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不能骂 因为好像那就你就没有道理 比如说你让我给你买玩具 没有啊陪着你 就是不给你买 但是呢我不会离开你 你不管怎么闹 对 我就陪着你 对我觉得还要就是说 那就一次就行 对 而且我觉得说不死一次 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说成年人 教育孩子主义 并要说话算数 你比如说 我那时候啊 就儿子小时候啊 我知道 儿子小时候我管得很严的 比如出去他要买一个玩具 他那个他要买 我说不能买 今天不能买 那时候买玩具 还是专门跑到那个王复景 那个专门儿童用具商店 去赶他隔着玻璃那种渴望 然后他突然他有一个 我那儿子小时候 有一种颜严力量 他跟你说 他说爸爸 你要是我 你就知道我有多么想要这件 当时爸我说的 那个内心大动 但是我前面说了 我今天不能给你买 当时我基本上都快投降了 我说那也不行 今天就不买了 他就开始哭了 他一哭呢 就是他已经示弱到头了 我就很火 因为这公共场合 你哭就给我下不来台 我说要哭回家哭去 他就不哭了 不哭了以后呢 就是说说笑笑就回家了 到家以后呢 他搬了个小本帐 在屋子中间 哇就痛哭啊 就痛哭 可爱了 然后我说 因为我认为 就没必要再哭了嘛 那个难受就过去了 然后他哭的时候 边哭边说 别说啊 说我长大了 绝不能让我儿子 瘦这么大的人 他那个语言厉害 你也清楚于蓝 然后我就觉得 我当时就觉得 就心里就没有办法 应付这事 但是说话一定要算数 这是我认为 所有年轻家长 必做的一件事 对 如果你妥协一次 就妥协无数次 但是我觉得这里 可以加上一个协商 也就是说你给他 一个出口 比如说啊 这个今天呢 咱没计划 咱今天买不了 然后呢 这个咱回去研究一下 怎么来买 咱们得先把钱得透齐了 对 你这样给他一个希望 然后回去你再提要求 所以我在讲这个孩子教育过程当中 实际上是要有进有退 但是您说的说话算数是非常对的 比如说我答应周六要陪你去玩 如果我周六去不了 一定要告诉孩子 我今天去不了 我哪天我一定陪 我要补回来这一回 补偿 对 也就是说你答应的事 承诺的事一定要做到 但很多家长就缺乏耐心 他们就靠骗 说好 这个你多少多少分 我就买给你 但其实小孩就很认真的 把这个事情当做是一个事 因为这在世界 世界里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 但是你倒好 考多少分说 那我本身没有给你买的计划 那他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摧毁了 像我小时候 我父母是就 我妈把她是把我当成一个大人 我小时候想当晚买玩具 不是没发育好吗 对 没有 大概五六岁想买玩具 我妈说不买 我说为什么 说因为我们家穷 我说我们家为什么穷 她说因为 因为你爸妈工作能力都不强 然后我当时就理解了 你知道就是我觉得 你也不要低估小孩的理解力 不要从小一直把他当小孩的骗 哄 说话不算数 然后有朝一日 你忽然希望他像一个大人一样 成熟奖礼和理性 我觉得大人的这种期待是非常 你小时候我不知道 因为我小时候是一样穷的 你小时候 也是一样穷 也一样穷 对 谁小时候都穷 今天的孩子不一样了 我意识到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谁谁家房子比我们家大多了 谁谁家有什么车 这话不是小孩的 这话一定是孩子听了大人的 一定是他妈说的 因为我在谈到这个孩子的心理问题 包括我们成年人的心理问题 基本你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表现都一定是折射 折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孩子他任何一个表现 基本就是他父母的水准 你要说这孩子有教养 他父母一定有教养 除非他父母没自己带 如果父母是一个很智慧的人 他孩子就会很智慧 如果父母经常就是属于天天就聊的 就是你刚说这些话 谁家房子了 尤其是女性妈妈 爱聊这些话 孩子听的 他就这样 小孩对差别没感觉吗 这个孩子有的玩具我就买不起 因为今天社会已经有贫富的差距了 他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你比如说我女儿带他孩子怎么解决 他每次带他下楼的时候 说你拿上两到三个玩具 干嘛呢下楼 然后跟别的小朋友互相交换 对便宜的 人家喜欢买的 不是他换的就是换着玩 回家的时候还拿着自己的回家 所以呢他在这过程当中 他就觉得我可以不买 我下楼就可以玩他的 他就可以玩我的 富人家的也是我们家的 这个共享受 我认为在教育当中有很多的方法 而不是简单的 就是说他要什么 你都要满足 确实他 你比如说你给他这个 他就是想那个 你都给买回了吗 不可能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带他去接触了其他的孩子 又学会了互相交换 然后呢他有的你没有 你有的他没有 您讲这个折射啊 包括方舟刚才说的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为什么前一阵那个电视剧 那个倪大红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都挺好 都挺好对 为什么引起那么大反响啊 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成年人精神都有种种的问题 是吧 你成年人都没有完成成人化的过程 你都是人格不健全的人 甚至你都是一肚子牢骚 委屈黑暗 那么那么这个东西真是个 我觉得这是个最大的麻烦啊 我们很多家庭一旦离婚 就跟还还没离呢 就开始告诉你 你爸怎么怎么坏 你妈怎么怎么 所以他教孩子仇恨这个问题 在在我们这个 就是尤其在这种单性家庭特别多件 所以就是你刚说这问题 确实是他就没有意识到 就是说实际上对于孩子来讲 他的血脉当中两个人都有 你让他来做这个事情 去恨一个人 这等于是一个分裂 所以这种孩子大了以后 心理上都有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我说我听到一些孩子 他就有种种的 他就有父母贬损我什么 就像你说的 实际上他不是说立一个规矩 立一个法的问题 他拿孩子当成出气筒 释放他自己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 包括这个 他在外边社会上感觉到的 种种的差别 他的不平衡 他打着孩子 你给我将来要出息 对吧 你得挣大钱 你得成龙成凤 全指望你了 然后都是谁 谁家孩子怎么怎么着 挣了多少钱 谁家孩子是考上了一个什么 就全是这些个功名利禄 然后呢 就他就是这么评价人的 打听 就是刚考考完 我记得我走在一个楼门口的时候 就听一个人说 你那孩子考了多少分 报哪个学校 我后来就在想 这个你就不应该问 因为人要考好了 人家会自然而告诉你 人家万一没考好呢 你这么让人多尴尬 对吧 所以就是刚你说打听 打听完了以后呢 就后边去议论 我就觉得这种八卦 往往他带出来的孩子 要么就是属于那种心 我觉得那种 他对你的关心给人感觉的 好像是很很怪异的 你觉得那是关心吗 肯定是不是关心 但他表现为说 那我关心一下怎么不可以呢 他整个一个 就是所谓的社区文化 就是个八卦文化嘛 就是打听嘛 所以宿母他有压力啊 你比如说我这孩子没考好 为什么这母亲对孩子 尤其在高中这阶段 他那么那么大的压力 他就是 他不光是自己的问题 他还面子问题 对 而且这个面子背后 他隐藏着一个社会打分机制 你就比如说一碰见 那家小孩考上大学了吗 考上了 什么学校啊 然后呢 工作了吗 挣多少钱呢 然后下边就该找女朋友了吗 结婚了吗 你要说结婚了 生小孩了吗 他就你看这一套你要作为他这个这个父母圈里的人 他都会觉得哎呦少了这一环呢 好像我们家就被低分了 我觉得打分机制就也没问题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去去去去防止这种 因为你进入社会还是打分机制 但是我觉得家长就是从小确实是以别人家的孩子举例和做比较 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方式 就是因为别人家的孩子也有别人家孩子的问题 这展示出来的一定是好的一面 我特别想就对那个青春期的这个家长 就家里有孩子青春期就是在初中到高中这个阶段 其实我觉得这个阶段父母应该最跟孩子聊最多的 就是人这一辈子都有哪些种活法 这个活法呢很重要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跟孩子交流 我说我觉得你记忆力特别好 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做哪一类的工作 然后呢我说你操作性好 你可以做哪一类的 然后在他高考之前 我可以给他提出大概五种 就是可以发展的今后未来的方向 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不谈这个 打电话给我说我孩子考了600多分 李老师你说他报哪个学校好 我说他考600多分不知道报哪个学校吗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他就管一个分数分数 然后考高分然后著名大学 从来没有让孩子去有一个自我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青春期尊重特别重要 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就从小吧就把着 小的是宠后边是盐 他就没有一点点那种就是商量的这个余地 为什么我强调亲自养 一定要自己养 你最辛苦的时候就是积累资本的时候 资本就是钱能生钱吗 什么叫钱能生钱 就是你以后要教育他 他能顺从你听从你 是因为你前面有这个资本 你养过他 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保持这种沟通的渠道 我认为呢 所有的家长啊 前面的事都不会讲 没有家长像李老师这样 是个心理学家 因为他不懂吗 但是有一点呢 就是冲突了 就是在青春期 女孩12岁 男孩14岁 就所谓逆反期啊 他冲突的时候呢 我当时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 就是克制自己啊 因为你每回冲突 你就知道他无理 肯定是他无理 对吧 起码我们 你这本身就有问题 肯定是我们认为他无理 对不对 这个话没有错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先坚定的跟他站在一起 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危险 就是他 就是孩子啊 逆反期的时候 他一旦关门 你彻底不知道他想什么 那你就死了 那么不管他说什么事 我老说你是对的 然后我再跟你说 比如小孩啊 一开始 这14岁男孩开始突然恋爱了 那所有的家长 第一拼这事就脑袋大了 这么小男孩 老说这个 我不 你怎么还说 我喜欢一个女孩 我说你太晚了 老奸俱华 你说你太晚了 我比你还小就喜欢女孩了 他一下子跟你特亲 还有这种事 我还晚了 就是啊 然后你就跟他站在一个沟里去了吧 然后你告诉他 慢慢的告诉他 不要当天隔几天你说 你那个事是个瞎事 我告诉你 天下第一回都成不了 对我也听过一个这样类似的故事 先摆出一个食徒老马的姿态 对对对 你一定要跟他 就是不管孩子说什么 你第一步 先不谈论对错 先跟他站在一起 对 然后再去谈论对错 如果你一开始就谈论对错 他光把门一关 他不跟你谈 你就不知道了 您说这我也听过一个 就是一个儿子跟他爸讲 我看上班一女生 然后呢 他爸说 我儿子挺有眼光的 这女孩不错 对 然后后边那句话就是 你要打算 今后就在县城工作了 生活 我觉得这事你可以调定 如果你要想上北京去 这事我建议是要再等等 先别现在就调定 这附近就很聪明 您这特别 您要这么说 我也想起一个 一个那个 一个富翁 那天跟我说 我觉得他也挺聪明 他说这个 我肯定就是 我不让我的孩子高消费 他说这个 我孩子好像一上了高中啊 还是什么 他知道他爸有钱呢 就是说 我要买法拉利 他说 他说我是可以给他买 这个法拉利的 他说 但是我跟他这么说 说啊 这个车呀 有从夏利到法拉利的 这个一个区别 他说呢 我要给你买了法拉利啊 我就剥夺了你一个乐趣 剥夺了你先开夏利 最后你凭你自己挣的钱 开上了法拉利 他说你知道 爸爸原来开的是什么破车 到最后开上好车之后 那种快乐 他说我要现在就给你买了 对你不公平 我就剥夺了你这个快乐 他还在听进去了 是 所以我觉得 先认可 先认可 就是我因为这个事 我不是在这说啊 我跟我底下所有的人都说 因为每个人家里 都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说你第一个就不能关门 你关门 他关门的速度比你快 你指责他 他帮把门一关 然后他第一个物理关门 就是他真上他那屋里去 第二个 他心里不跟你说 他后面的事你都不知道 最后都怀了孩子 你都不知道 对不对 你先跟他说这个事 因为他相信你的时候 他才能跟你说 你跟他站在一起 一定是个好事 慢慢引导 不要急 我相信我小时候 有一天呢 其实呢 就是在这个中学啊 就是懵懵懂懂的 这个时候啊 然后呢 这个好像跟这个女生啊 也是 那都谈不上早恋 懵懵懂懂 大概是拉了一下手 还是怎么样 不是 但是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性教育啊 把这个孩子愚昧到什么程度啊 就那个女生啊 怕怀孕 对 给我写了一封信 说哎呀 我怕怀孕 我怀了孕怎么办 结果我塞在床底下 结果我爸妈妈翻出来了 好家伙 我爸妈这一晚上 跟我说 就说 我说 我说我也不知道 怎么着能怀孕 你知道吗 我说 但是我 我说 我没一番说 但是最后 我爸妈妈都跟我聊完了 又不放心 回来说 哎 这个你可不能跟我们撒谎 这个怀了孕 我们也有办法 你说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种就特别好 我特别反感 在那个经常看 网上流传的一些微信图 就那种班级的微信群 老师发什么 宝宝妈 然后你们家宝宝 在学校干了干什么 然后学 然后宝宝妈就回说 报告老师以打 或者是报告老师以教育 我特别害怕 看到这种那个微信 就是因为对于小孩来说 家长确实是唯一 有可能去理解他的人 但是呢 就是因为老师 其实全班那么多孩子 他很难一个一个去理解 你家长是最理解你的人 但是你家长还站在外人的角度 来去指责自己 这对小孩来说特别大的屈辱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小孩是没有资格跟大人讲话的 他需要大人来跟大人讲话 因为他自己没有资格 但是大部分的大人 我觉得他们在这种场合 他们都会站在其他的大人那一边 然后把小孩放置在一个非常孤立 和绝望的境地内 所以咱们说这个也挺关键的 就是说你先得跟他站在一起 对吧 对 我就像这个妈妈 她当时这个 如果这孩子跟别人发生冲突了 你要先问问你因为什么 然后呢 要如果对方很 就是自己的孩子非常委屈的情况下 你可以跟他幽默一点 要不要我出面跟他们打一架去 他这么欺负你 我来帮你 别看老妈 跟他们打没问题 那把他先说乐了 对吧 说高兴了 然后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下次遇到这种事怎么办 这个对于普通人太难 我觉得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无论什么事 先放一下 就宁肯自个儿生气 你比如生闷气 我就不说话了 但这闷气一般情况下 就是生不了多长时间 它就会过去 所以不在那个最紧急的情况下 就是 事缓则缘 对 其实对成年人也是一样 对 有些事先搁置一下 因为人当时的这个气 梅金老师 你说这个人的极端心理 是怎么形成的 不是 我以前很早就 就是谈到这个情绪 你刚说情绪 我就有了一个建议 就是无论你和谁发生冲突 你就记住 一般就是三到五句 如果是冲突 就正常说话 咱们可以慢慢说 对吧 你来我往 如果就是我跟你吵起来 我说你一句 然后你顶我一句 我再说你再顶一句 再说一句 你就有点急了 这时候你就扭头走开 对对对 叫做三到五句 到点能停下来 这就是高人 什么呢 就是说你是明白人 因为什么呢 已经到这种程度 就是这事说不清了 你不要再去争上下 你争上下 势必就只能是互相拱火 他一拱火 就我以前讲过 情绪问题 他是属于一句话 他大脑的一个区域兴奋 你再来一句 他还没下去呢 又接着一个区域兴奋 当他整个嗡的一下 那这人就疯了 就是您说 就像你说的小时候 也是都是一楼里 都是父母打孩子 我就是说 我老说我对外国的了解 都是从外国电影里看到的 我在外国电影里 我感觉到 他们的家庭气氛 似乎都比较节制 就是你像看我们的电视剧 我不是老有一个感觉吗 我的隔壁 只要在看中国的电视剧 哪怕是最好 最优秀的电视剧 蝴蝶喊 对对对 喊大喊大叫 所以我就觉得 但是他也很真实 你小时候 您说为什么咱们的家庭 就非要那个 蝴蝶喊娘打的 我看有的外国电影 你看他那个就是说 家里啊 夫妻包括夫妻 一说的一句不高兴 动作超大一点 你先到你的房间去 这个不说了 对吧 所以你看连外国电影 外国电视剧 他无比的愤怒的时候 但他讲话的这个范儿 是稳的 我觉得这跟他那个社会的 包括居住条件都有关 你像欧洲很多国家 他都是一家一户单独居住 所以你叫喊没人管 为什么美国让你吃枪 我们是为了让别人听见 就是因为你那个家里 进了人类以后 你没枪的话 你得不到帮助的 就是为了让别人听见 我们从小 我们现在也一样 你看农村它一片 咱们工厂都是一排一排 对吧 所以每家每家的事 都能听见 因此他的目的 你为什么有些人 到网上去说 他要引起众人的关注 我还以为是忍不住 怎么会想象 家丑不可外扬 会哭的孩子有奶尸 我们从小就受到这个教 我们的整个的 包括我们的居住 和我们的客观环境 造就了这样的一个 整个这叫民族性 再有一个就是 我们所有的这个 就是父子之间 他的文化因素 特别重的就是 我们的三纲五常 父为子刚 对不对 就是你爹这是对的 那么尤其 他其实不一定 尤其现代教育 对啊 不一定 但是我们的文化 是这样的 所以他当爹的 就是当爹的 尤其在孩子 未成年的时候 现在当然 我们社会分化很厉害 因为我们现在 说的这些话 很难就应付 于每一个家庭 对 有的家就是彻底的放纵 什么都不管 你爱干嘛干嘛 你惹什么 多大楼子 都跟我没关系 但有的家 就使劲捏着 有一点不轨 他就觉得 天都快塌了 所以都是不一样的 哎 但是哪一种教育方法 也都能产生好孩子 对 你说这个 这个也 我也见过放纵的 人的孩子 也没变得流氓 对 是 也就是我们的文化 叫树大自然值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呢 还是同样的文化 它叫棍棒下面 出孝子 他都是没有道理 你说哪个有道理 我这个我要讲点不同观点 哎 他这个里头啊 是这样的 就是孩子带呢 他有几种方式 一种呢 就是说 刚我说的 父母人就好 父母人就好 他孩子又一直自己带 孩子跟父母的本质上 也就是说 我知道我爸 他下不去手 他就吓唬吓唬我 所以你怎么打 我也不会恨你 我知道你在吓唬我 所以他这个亲情关系 垫底儿特别好 然后呢 就是有这种亲情 你就是打 就咱们那时候 小时候谁不打 我说我女孩都被打过 所以是正常的 但是你从来不会恨父母 还有一种呢 放纵也是这样 放纵它不叫放纵 它叫什么呢 宽容 这个爸妈也是 自己做事是有谱的 也就是说 他自己知道 到什么能停下来 他孩子看在眼里 他就知道 这时候就不能再往下做了 所以你看似放纵 实际上它是 就是我们叫 不交而善 不交而善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一定有身先示范 这样的孩子不会出问题 但最糟糕的是什么 就是爸妈自己 就是整个人品就不行 做事各方面 没有任何节度 然后呢 再肆无忌惮地宠这孩子 这就是小爸 还有一种呢 是父母就是那种 自己就不行 但是还说一半 那这种孩子一定是逆反 所以就是我认为 这还是跟父母 就是所有的问题 实际上都看出父母来 您讲这个有意思 你知道前几年有一个网上 有一个小团伙 叫父母是祸害 父母结祸害 父母结祸害 被封了已经 被封了 对 对被血藏了 叫这为什么 这种父母怎么会成为祸害 就是有一种父母养孩子 是这样的 我挣了钱养你的 他的这个养 就是我保证你的钱 你要花的我都给你了 所以现在你只要不听话 我首先就拿钱说事 这是祸害在哪 就是说他父母拿了点钱 你就该决定我所有吗 这些最没辙呀 我妈就是说父母结祸害 她说父母都是祸害 父母首先要意识到这一点 在你干涉小孩的 这个人生选择之前 你先要心中有一个警铃 就你有可能有祸害 对 但是大多数父母 他不会把这个概念 引入到自己的这个内心 然后他不会假设自己是祸害 但我妈说你先假设 自己是不是祸害 你再来看 要不要干涉小孩的选择 我在孩子到初中这个阶段 第一呢就是 我跟他谈事的时候 基本都是在去超市 或者在溜弯 这个过程谈 我不在家里坐在这 去跟他一边正经谈一个事 第二呢就是涉及到 特别敏感的 比如我说的 我发现了交朋友了 交男朋友 但是我又觉得有危险 那怎么办呢 你怎么这么晚 那像这种情况 顿身就自卑了 这种情况呢 我就不再跟他去 我根本不唠叨 我就很认真地给他写了一个很简单的 就我说那是信 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当中就先是 马爷说的夸他 就是你有人爱你 说明我的女儿可爱 我先夸他 然后我告诉他 我说爱实际上是什么 我说一个人爱你吧 他是喜欢你 但是前提是 他能不能养你一辈子 我就在信里都把这样的话写得很清楚 因为明天就给你找一大款 不是 但是也得喜欢 就在你在这里头告诉他 爱情和什么有关 和什么有关 然后你要知道一个人爱不爱你 你要通过时间来看 如果他三年之后 他还等着你 那这人今后跟你结婚 就不会那么快变心 我就感谢了 咱们高三毕业再说 对呀 所以后来呢 我孩子给我 也回了一封信 然后封屏上写的是 给可爱的妈妈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这就是说 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 不要什么一天闹话 有的还把人叫过来说 你跟我说说 你那个找的什么人 他爸妈干什么的 对对 再问的就是他爸妈干什么的 对吧 先打听亲家是吧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 父母在跟孩子沟通过程当中 你要智慧一点 比如说有些话吧 就幽默一点 说的轻松一点 您说的太好 所以这个的前提是什么呢 你先不能失控 你先不能急 你要跟孩子失控呢 你就 你就输了 这玩意儿 首先 你得 咱得智取 智取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李老师 谢谢李老师